年龄越大越需要知音 教你如何养足经验 越活越年轻 皇帝内经数问中说 年过四十 阴气自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过了四十岁 圣中的阴经已经消耗了 只剩一半 阴的主要作用是滋润 阴不足 衰老也会悄悄的来临 这个时候就需要 及时的用圣中阴经 今天就来教大家 如何养足一生之阴 首先圣主一生之阴 圣阴亏序的人 经常会感觉腰膝酸软 使不上力 口干舌燥 总想喝水 晚上心烦 睡不着觉 手脚心发热 好不容易睡着 还出一身汗 严重的床单都湿透 如果是男性朋友 还会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心里老不尽 总是享日非非欲望重 但是能力却很差 像这种情况 就需要专注于补肾音 但要注意 想补足肾音呢 还要注重养肝 中医认为肝肾同源 肝不好会直接影响到肾 比如说 有的人年纪轻轻 总感觉眼睛干涩 看不清 还经常手脚麻木抽筋 这就多属于肝音血不足了 肝是肾的子脏 肝不足就容易从肾去戒 所以肝音血不足 就要及时补充 如果你肝火太旺 老感觉脾气很暴躁 老想发脾气 还总是头晕头痛耳鸣 眼睛红肿疼痛 你要注意 人体是很智能的 肝火太旺 就需要调肾水来灭 那肾水多用呢 是不是亏虚的就更加厉害 所以像这种情况 叫注意及时的 清肝泄火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要提醒大家 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呢 需要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不可盲目用药